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是A-之類的 那...痾...前幾天跟朋友聊天 也有聊到就是說 感覺好像其實可以來做一個體感的 這個參數的教訓 因為其實連我自己打到 可能SS加我的體感設定 我覺得都還不算很完美 因為總是會覺得好像 沒有那麼容易可以瞄準到敵人 所以在...這個... 看了很多資料之後 發現說其實體感的設定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們要怎麼樣在...我們在... 開始... 我覺得不管是新手或是中階 其實都蠻適合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自己體感的參數設定 是不是...最適合自己的 不能說是百分之百正確 但是一定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 那我們一開始先...先來拿這個 壽司槍好了 那我們要從這個練習場 要設定我們的體感參數的時候 我們要先按加 然後再按XX 然後就會進到這個可以調整體感的參數的這個地方 那...我...一開始 我已經調整好的參數是3.5 就是我在...大部分的槍使用 都會是體感在3.5的 那這個每個人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每個人的手感跟... 每個人的手感其實不太一樣 就是可能我移到右上角跟你移到右上角 的那個方式跟時間點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先把它歸零好了 OK...歸零之後呢 呃...好...這就是體感... 設定零的時候的速度 那我們先走到... 壽司槍的...射程範圍 那我們依序...打靶的順序是... 正面... 右上... 左下... 左上這... 好...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喔...就是這樣打嘛... 沒有問題啊...我可以瞄到啊... 我現在... 體感設定的參數...也可以打到啊... 沒有問題...但是... 其實我們體感設定... 呃...要追求的目標其實應該是... 在... 比如說像這個... 標把...三發會射... 射死... 那我們其實就要馬上移到下一個位置... 移到下一個位置... 移到下一個位置... 而且是要... 直接移到他的...身上... 等於說我射完的時候 我就要馬上可以移到他身上射中他 而不會是... 欸...喔...還要再移過去一點點... 對...所以... 我們要看...要怎麼樣調整呢... 就是...你移過去的... 呃...那一個瞬間... 就是這樣... 第一個瞬間... 大家可以看到我移過來... 我的手把... 我覺得...我大概移到這樣... 應該要可以射到這個標把... 的這個...幅度... 但是我卻在這裡... 這就表示我的體感... 的...設定速度太慢了... 沒有... 移不到...移不到... 都...都是有差的... 移不到...移不到...移不到... 就是這樣... 就是慢慢的往上跳... 你可以從0.5開始跳... 0.5開始跳... 就是... 0.5其實就蠻有差了... 那...我的設定是3.5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幅度移過去是最剛好的... 就是...都馬上就可以移到標把身上... 可以射到敵人... 就算你移過去... 不能馬上射到... 但是... 你的那個彈道... 應該也要是... 它可以射中1、2發... 就等於說... 我們移過去的幅度範圍... 至少要在這裡... 就只有這一點點... 可以而已...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 所以... 其實也不急著... 一定要在第一個... 第一個... 呃...第二個... 標把射完之後... 就馬上做調整... 因為有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慣性的問題... 你可能要射完... 這4個標把之後再來... 可能比如說... 啊...是不是太慢啦... 對... 那這是壽司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換成灰槍的話呢... 因為我灰槍... 跟... 其實... 呃... 槍的距離差不多的時候... 呃... 體感的設定應該會是差不多的... 5...3...4... 然後還要就是建議大家... 就是用體感在瞄準的時候... 握手把不要握得太緊... 因為你... 如果太出力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 很輕鬆的打到... 就是... 用體感來瞄準... 它可能會阻礙你瞄準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放輕鬆... 就... 握手把就好了... 沒錯...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還有一樣的是... 雙...槍的部分... 因為雙槍的射速很快... 所以其實... 體感設定好... 然後... 然後... 再練習打法特性的體感... 對... 那如果就是... 熟練前面四... 四座人之後... 再來練一下... 後面整個... 對... 不錯... 這就是雙槍... 其實一般練習... 我們的速度應該... 應該說我們... 呃... 體感的瞄準... 大概就是要這種... 這種節奏... 它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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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說... 馬上就移過去... 馬上移過去... 然後... 不要... 飄移這樣... 直接到定位... 再來是這種感覺... 對... 這個其實... 這個如果我們體感設定是對的話... 其實是...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說... 我們一甩就會到定位了... 那再來... 是... 紅雙槍... 紅雙槍的距離... 雖然比一般雙槍還要遠... 但是... 我原本... 的設定是2.5... 我覺得應該蠻OK... 但是... 我發現其實... 紅雙槍有的時候... 其實也會... 站近到... 呃... 比較... 前面一點的距離... 所以我覺得... 現在... 我覺得用3.5還蠻OK的... 就是... 它沒有一個一定... 大家可以去找... 你自己的慣用槍... 適合的範圍在哪裡... 那事實上... 其實... 呃... 我測試過的就是... 距離越遠的槍... 呃... 你的... 體感... 可能... 體感的操控的參數... 可能要稍微調低一點... 會比較容易... 那我們現在來換一個... 就是說... 比較遠的... 例如... 綠槍好了... 這個... 中後衛很好用的一把武器... 綠槍的射擊距離大概是在... 好... 大家要怎麼抓射擊距離呢... 大家就看一下那個準星... 變成紅色的時候... 就代表射得到敵了... 你看我們剛剛... 的設定是3.5嘛... 那這個時候其實... 你看... 我已經飄了... 這其實就代表我的... 體感... 參數太快... 那其實應該要... 把它降低... 我應該要... 一轉... 就瞄準在這個人上... 那...我自己有調整過我的... 綠槍設定是0.5... 差蠻多的... 1...2...3...4... 1...2...3...4... 就大概這種感覺... 就是基本上... 你的手感... 要在... 呃... 轉移的時候幾乎都是可以... 呃... 比較精準的命中在敵人身上... 沒錯... 那... 其實... 狙擊也是一樣的... 狙擊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超難瞄又超難用... 但是...也很有可能跟... 體感的設定有關係... 有關係... 我的狙擊... 體感設定是... 1... 而且用狙擊... 如果體感設定對的話... 會覺得自己超準... 欸... 我不要用近狙... 呃...這個... 啊...Lock time了... 再一次...再一次... 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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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ㄟ...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對對對... 就是... 可能... ㄟ... 我也還沒調好... 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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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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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好好我們換個武器好了 這個 就是草莓槍 草莓槍我覺得跟 草莓槍的距離跟紅霜槍一樣 但如果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但我們剛還是用 呃多少1來射的話其實也會 就是 這個體感的速度很明顯的就是 太慢了 那我草莓槍 其實設定是跟紅霜槍一樣 是三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大家其實 蠻建議大家 就是可以開始把你的機子打開 然後開始到練習場 設定屬於你自己的 這個體感的參數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可能 馬上下場打一波 就會很有感覺 爆裂槍也是一樣 2 3 4 1 2 3 4 欸怎麼都不準呢 欸有了有了有了 這就會很有成就感 沒錯 那 以上就是 體感 瞄準 設定教學 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各種槍 都可以找到屬於他的 體感參數 就連 滾筒其實都可以 等於說 呃我們 要能馬上可以 瞄到敵人 雖然滾筒是大範圍 可是其實敵人在游的時候 你還是要可以 你的體感 他還是要有一定的速度 才可以馬上的瞄到敵人 耶 就是這樣 好 我決定 再來試一下聚集 對不對 就是 因為我昨天試 我覺得很準 但今天可能是因為要錄這個影片 所以其實我有點緊張 大家應該不會介意吧 大家應該不會介意吧 喔有了有了有了 好 對 OKOK 所以 呃其實基本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 體感的設定教學 那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疑問 或是有不懂的地方 或是我說錯的地方的話 都蠻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予 指導 或是建議 或是 想要看一些 不一樣的講解 或是 對於在玩遊戲的過程中 有些疑惑 可能包含場地模式 或是槍枝 如果 我 幫得上忙的話 我一定會 露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 這樣 對 對 那這個 就是 那順便 要順便秀一下就是說 雙槍 的練習方法 就是我們滾的練習方法 是這個樣子 就是 一樣是 五個人偶 等於說我們滾的時候 就要馬上到定位 可以射到敵人 欸我是不是沒有調好 OK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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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五 五 五 四 五 對 就是如果有使用雙槍的朋友的話 不妨 也可以練一下這個 就是 呃 翻滾過後的瞄準 五 五組 沒錯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的 希望大家還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有什麼建議的話 希望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